欢迎大家来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分享的是 信任之上三种人生中最值得信赖的类型 你认识几个 信任是如今社会中每个人都渴望得到的至关重要的东西 然而在我们的一生中 真正的完全相信的人并不多 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同事 因为各种的原因 可能因为利益而反目成轴 也可能因为情感产生摩擦和隔阂 这是我们都难以避免的 因为人心割肚皮 谁都不知道别人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样的 在我们的一生中 到底是哪些人值得信任的 或者说在我们的一生中 我们可以信任哪些人的 请不要着急 接下来我们将分成山内告诉大家 有哪些人是值得我们信赖的 当我们听过之后 肯定会对信任别人有更明确的认知和感悟 第一类 地骨石默默相助的伙伴 当我们在世界上经历低谷的时候 有人会默默的在我们身边相助 人生的顺利也有利益 但谁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在我们得意的时候 身边的人也许没有一个真心为我们好的 但我们在人生低谷的时候 那些为我们加油打气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的人 才是真正把我们当作朋友 当亲人的人 第二类 成功时提醒你的朋友 当一个人获得成功的时候 很容易被胜利充分头脑 也容易被周围人的阿谀奉承所蒙蔽 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能等静下来 不能清醒的看待自己 就容易变得目中无人 骄傲自满 从而从高处跌落到深渊 如果有人能够在这个时候提醒我们 那么他们就是值得我们信赖的人 也许是我们生命中的贵人 第三类是背后默默支持你的人 无论我们有钱还是没钱 无论是我们得意还是失落时 总会有人默默的背后支持 关注着我们 这些人可能是我们的父母 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但不管是谁 只要我们遇到这样的人 请珍惜他们 善待他们 在我们的一生中 能够无条件的支持我们的人 绝对不多 而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总的来说 这三类人是世界上 最值得我们信赖的人 最值得我们信任者 最值得我们托付终身的人 好了 如果你渴望成功 最求梦想 那就请订阅这个频道 点赞 分享 让我们一起启程吧 感谢观看